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Family Album USA with Morning English 欢迎大家和早安英文一起走遍美国 This is Blair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呢,Blair老师将带领大家继续走遍美国 从日常生活着手 我们将学习到最地道的英文表达 So guy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我们说见面的时候打招呼 大家一般会说什么呢 我们中文当中就比较简单了啊 诶,你吃了吗? 非常的通俗易懂 并且适用于各种场合,对不对? 你吃了吗? 那英文当中呢,还是有点不一样 你问别人,诶,你吃了吗? 有点奇奇怪怪的,对不对? 在英文当中啊,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表达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段对话 Susan跟爷爷好久都没有见面了 然后爷爷问的话,大家听清楚了吗? How are things? 最近怎么样啊? 一切都好吗?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How are things? 在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学认别人的近况 你就可以用这个表达 那除了这个表达之外 还有哪些可以用来跟别人打招呼的一些用语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 How are you? 那how are you这个表达 应该算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了 对不对? 它在正规的一些场合 或者我们说比较随意的场合下 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不管是跟比较熟悉的人 还是初次见面的人 你问How are you?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针对他的回答呢 大家肯定耳朵都听出简了 是不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个回答当然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呢,有一点太textbook 其实有很多回答都是可以的 比如你可以说 I'm great or perfect not so well 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回答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How do you do? 你最近怎么样? How do you do? 这句话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啊 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可能经常会学到过这句话 不过其实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里面 这句话是用到的比较少的 为什么呢? 这句话首先有点太正式了 我的话呢 就很少会听到有外国人会这样子来打招呼 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的啊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比较年纪长一点的 就是那种国外的老先生 他们使用这句话来打招呼呢 会比较多一点 那如果有人这么跟你打招呼啊 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相信大家听学校老师说过啊 应该也记得 How do you do? 那你也要用How do you do? 来回答 没有错 但其实呢 你也可以用比如说 I'm doing well 我很好 这种来回答 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How's your day? 你今天怎么样啊? 这句话在大家生活当中 应该说会接触的稍微少一点 但如果你自己看美剧 看一些音剧看得比较多的话呢 你是可以经常听到这句话的 一般呢 那些跟你关系比较近 或者说天天跟你都能见到面 来使用这句话跟你打招呼呢 就会比较多一点 这种时候啊 如果你听到这个表达 How is your day? 你就可以用 比如说 It's good Or it's not bad 还好啦 或者 嗯,不是特别好 这些回答来作为回应 好,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就非常简单了 你可以直接说 Good morning Or good afternoon Or good evening 就非常简单了 就早上就是早上好 下午就是下午好 也不需要 以问问题的形式提出来 就非常的简单明了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用的 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了 比如说早上好的话呢 我一般也就直接说 Morning Hey morning Good就可以直接省略掉了 那么别人跟你这样打招呼的话呢 你回忆着相同的就可以了 别人说Good morning 那你也说Good morning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好,我们看下一个 How's it going? Or how you doing? 你最近还好吗? 这也是很常用的一句话 这句话比之前的那个 How are you 来的会稍微更加随和一点 一般呢 也是在熟人中间使用的比较多 How you doing? 是简化了正式语法当中的 How are you doing? 这句话 这句话的一个回答呢 也是可以使用 It's good Or it's not bad 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 What's up? What's up? 这句话的一个原因是 怎么了? 怎么了? 但是用在打招呼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的 是一种最最最最随意的用法了 一般会用在 比如说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一些 闺蜜啊 朋友啊 这种中间啊 其次呢 它有一种 稍微很拽的那么一个意思啊 稍微有点拽拽的 就比如中文当中的 诶,怎样啊 不服啊 在打招呼的情况下呢 它的意思和 How is it going? 是一样的 因此回答也是一样的啊 It's good Or it's not bad 就可以了 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省略为什么呢 Sup Sup 就直接S-U-P啊 就可以了 那关于打招呼的几个表达 大家课后也要多练习 好不好 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下一次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跟着Richard Stewart一家人 畅游美国 OK guys This is Blair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